歡迎收看 CV進行期 這回來開兵 謝謝 讓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連鎮英雄的書記官 尹崇禎 歡迎 歡迎 今天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來介紹我們的連鎮英雄 謝謝 好 我們今天的箱子也回來了 真的 好開心哦 歡迎您歸隊 謝謝你 而且你們這樣子也算 其實箱子歸隊之後 我們多了一個就要少一個 對 它是所謂一個蘿蔔一個坑 喂 你們都你怎麼沒跟我講啊 對 你們整個畫面都不合襯 歡迎艾成 今天我們所有的主持人到齊了 也歡迎箱子來宣傳 這裡漂亮 今天你們三個 對 其實我是特別來賓 跟崇禎來到這邊呢 為我們的新戲連鎮英雄 講一下時間 對 每個禮拜五晚上的10點15分 一定要鎖定我們的 連鎮英雄 是的 各位 我們是不是可以搶先知道一下 搶先知道 好啊 你們個人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還有一些個性 可以透露給我們觀眾朋友 檢察官身邊呢 一定都會帶一個書記官 這是真實在辦案的時候 就是這位小姐 紫色的小姐 崇禎小姐 我在連鎮英雄裡面 飾演的是一位女行警 那外號就是霹靂腳蛙 神槍手 對 也是協助我們的檢察官辦案 然後那個元昊是我的學長 他以前也是行警 對 所以我們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你們在裡面會有感情性嗎 有同胞之情 是同胞之情 因為檢警之間不能談戀愛 其實也不能說是同胞之情 我跟她是那種學弟學妹情 對 就是她辦案 就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我會教她 我會請教她 在這邊希望大家一定要手提 我們的連鎮英雄 是的 好看 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是演雞大館 是的 好不好演雞大館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有什麼 好吃的獎勵 秋天是戀愛的季節 愉悅的心情 就像是這色彩繽紛的日式 和果子般的如此美麗 不甜不膩的豆沙餡兒 被鬆軟餅皮緊緊包覆著 搭配上水果羊羹一口吃進去 滿滿的幸福 好滋味喔 演技在考驗 等你來考驗 好 各位 我們第一集的題目就是 誰喝到超酸的半月沒吃 又來 現在不是我喝吧 對啊 對啊 既然不是 現在改了嗎 對 漂亮 我們現在有改 現在都是來賓先喝 來賓先喝 來賓先喝 有多酸跟告訴觀眾就好 真的喔 真的啊 喝喝看 要喝一半喔 什麼 喝一半之後告訴大家酸不酸 不用喝到一半啦 酸嗎 好…不要喝太多 好樣的 酸嗎 酸嗎 哇 他眉頭伸鎖的咧 哇 這酸到有點澀耶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酸 應該很容易露出蛛絲馬跡 來 捧捧隊請準備進入情境紀錄 好 1號 艾成 是一個準爸爸 因為知道老婆害死 想要喝酸的 於是在家裡做起了 蔓越梅汁 唉唷 真的喝嗎 太快了吧 其實艾成有個怪癖 那就是每次只要喝到 不酸的蔓越梅汁 就會控制不住自己 不是那個 大家好 好笑喔 我是伍佰 沒氣別說 有氣 吃得大聲 唉唷 我剛剛在幹嘛 我剛剛 蛤 不可能吧 太可怕了吧 到底 五光阿伯 有沒有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呢 緊接著2號總統 孕婦王童 因為懷孕身體不舒服 任性的死患者 她的丈夫 老公 老公 我要 熱 妳明天都講熱嘛 老公 老公 我 我肩 肩膀很痠 妳肩膀很痠 肩膀很痠 肩膀很痠 老公 喂 喂 妳不可以抽菸嗎 不行嗎 喂 阿寶 這會死得打掉 來 來 這就對了嘛 對 讓寶寶健康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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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可以拿那麼重的東西嗎 不行嗎 妳根本就不愛我 不會 我很愛妳耶 我幫妳準備了很棒的 蔓越梅汁在這裡 很棒嗎 很棒 很好喝 妳最喜歡喝的啊 快點 太喜都是要喝這個了 快點喝 乾杯 乾杯 到底運作太紅 有沒有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呢 緊接著三號 劉香詞請進入情境劇 劉香詞 是艾成的初戀女友 兩人忽然在浪漫的街上相遇 是你 是我 剩下 妳的身材 這麼久沒見 還是這麼辣 真的嗎 起風 喂 喂 小菜 是 楊金龍我最愛喝什麼嗎 妳最愛喝的就是 蔓越梅汁 我今天幫妳準備了 一箱的蔓越梅汁 讓妳喝個夠 真的 當然就在這裡 是有機的 有機 有機的蔓越梅 不是那個有機 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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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最愛有機的 對 是的 各位電磁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初戀女友劉香詞喝的 到底是不是超酸的蔓越梅汁呢 原浩隊 到底是誰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呢 請派代表作答 你覺得 以你的觀察 你覺得誰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 蔓 蔓 她演得很酸嗎 她演得很酸嗎 到底是不是我們2號的蔓越梅汁呢 吳棍阿伯 吳棍阿伯任性孕婦連政女警官 到底是誰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 請大家猜一猜唄 到底是誰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呢 請派代表作答 你覺得 以你的觀察 你覺得誰喝到超酸的蔓越梅汁 彤彤 她演得很酸嗎 她演得很酸嗎 到底是不是我們2號的彤彤呢 吳棍阿伯 吳棍 請 來的 還怕喝我的口水 請 哇 這裡面怎麼沒有這麼難啊 喂 喂啊 吳棍 酸不酸 不酸 不是她 現在就是2 選1 裁判 可是箱子都快喝完了耶 你好渴喔 好歹箱子也是 以前身兼我們的主持人 喝喝看 喝啊 來吧 要喝 假的啦 唉唷 天啊 我的天啊 娘耶 什麼 她都翻白眼了 她翻白眼了 我的天啊 又是觸巾 我的天啊 酸嗎 喂 好酸 通通的來了 2號 妳們猜桶桶嗎 她演技進步了 超多的 喂 妳在幹嘛 妳在賺唇嗎 沒有 妳還想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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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好喝 天啊 各位就是前面的觀眾朋友 元昊隊猜的是2號通通 但是我們正確解答是 您答對了嗎 我只能說剛剛是他猜的 很爛耶 好啦 來 所以我們的元昊隊猜錯 恭喜我們的童童隊 得到一個勝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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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 第二題的題目 誰沒有再開淬水罐頭 開罐頭就對了 童童隊 請進入情境區 1號 艾成 艾成是少林寺第78代弟子 今天一如往常的 開始練功 想不到納豆也進少林寺的 請看我的掌弓 運氣 加油 現在他 我有練過鐵頭弓 讓我運運氣 什麼東西 都傷不了我 話說少林功夫 我也有練過 各位 師傳已久真正的鐵頭弓 他沒有 你先 你先 還沒運功啊 喂 我在講話 你一直怕出怪聲音 奇怪了 要運功嗎 要運功 好 你運功 你現在運功 你運功 好 各位 正宗的 有一種東西非常厲害 它叫做 藏魚市集 殺人於無形之中 喂 我可以確定 你是有練過 是的 好強喔 艾成 開始表現最厲害的龍爪手 抓抓龍爪手 他要用龍爪手開 他要用龍爪手開 脆筍罐頭呢 緊接著 2號彤彤 彤彤 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廚師 今天 他要開脆筍罐頭來當食材 奇怪 為什麼打不開呢 小廚師彤彤發現罐頭好像打不開耶 我知道了 聽說敲一敲 讓空氣進去 罐頭就可以打開了 在這個時候 他後來又想到 他家隔壁 有個少林傳人 好像會罵你所謂的鐵頭弓 抓抓 什麼事情 聽說你的鐵頭弓很厲害 喂 會臭啦 還沒越裝 是 可以借我你的鐵頭弓嗎 借我一下 這能借嗎 不行嗎 好可怕 好可怕 來囉 好可怕 我的天啊 好可怕 我要運動 我要開罐頭 好紅喔 開 這時候開心的彤彤 努力的在開脆筍罐頭 彤彤到底 有沒有在開脆筍罐頭呢 請接著 三號 劉湘慈 世行大景觀 劉湘慈今天買了一罐脆筍罐頭 準備要打開來當作宵夜吃看看 這時 我去發現不得了了 外面有個疑似偷渡客的人 鬼影蟲蟲 不要動 吃 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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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國人 我台灣人啊 那我考你一個問題 你說 請問 是 周五晚上 打開明示 要看什麼節目 但是我還有個問題要問你 當你答對這個問題 我就相信 絕對是台灣人 你說 請問 聽好了 好 好棒 你是什麼 我 我是 檔樓 檔樓先生回答得真棒 我要給你一個小獎勵 真的 真的 眼睛閉起來 好 眼睛閉起來 閉好喔 手舉高 手舉高合起來 合起來 好棒喔 該不會也要親親吧 你想要什麼就什麼 你被逮捕了 喂 是的 把退步哥抓起來 劉湘詩 繼續的 開他的 各位 世行大行警 劉湘詩有沒有在開 脆水罐頭呢 好 好 元浩隊到底誰沒有在開脆水罐頭呢 請派代表作答 童童 童 童 我們還說二號 童童 是 好吧 這先給你們看一下 三號 劉湘詩 有 哇 漂亮 他是有的喔 少林功夫 你們有沒有猜他 艾成也太爛了 艾成 他到底有沒有在開脆水罐頭呢 有 但是童童到底有沒有呢 沒有猜我 各位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元浩隊猜的是我們二號童童 但是正解是我們一號艾成 沒有在開脆水罐頭 你猜對了嗎 童童隊再得到一個勝利盤 好 贏 謝謝 謝謝 在這邊首先恭喜我們的童童 馬上攻守交換 進入第二回合 兩隊請聽清楚了 誰吃到超辣的月亮相 超辣耶 對啊 是來賓要吃嗎 對 你們要吃 我們要 你要吃 我要吃 對 那我可以自己加嗎 當然喔 當然是你 對啊 這算是我們給你的力量 對啊 天啊 冒火 冒火 中午晚上 10點15分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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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浩隊請進入情境距離 一號 搖元浩 是一間泰式餐廳的老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們泰國的名菜 月亮蝦餅 真的像披薩一樣呢 要切成一片一片的 可是 我還是搞不懂耶 你們看看 月亮蝦餅怎麼會做得跟 太陽餅是一樣的 我也不懂它為什麼要叫 月亮蝦餅 應該是叫太陽餅才對啊 生氣的搖元浩決定 邊吃邊想 於是 拿起一罐 月亮蝦餅 大吃了一口 是的 1號 搖元浩到底有沒有吃到 超辣的月亮蝦餅呢 緊接著 2號 崇禎 請進入情境距 好美喔 是泰國非常有名的妖姬 漂亮 一太姬 只要戴上這神奇的頭飾 它就會變得非常地會跳 那個搖元浩帶了 大黃蜂檢察官將要對 遺書機關做出什麼驚人的惡作劇 大家等著瞧吧 請進入情境距 好美喔 從中是泰國非常有名的妖姬 漂亮 一太姬 只要戴上這神奇的頭飾 它就會變得非常地會跳 那給搖元浩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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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這裡也會動 對 對 對 喂 你想不想吃我們的招牌菜 又變菜狗了 辣不辣 很辣的月亮蝦餅 真的嗎 我幫你準備好 如果你想吃一塊的話 可以嗎 可以 Sawwati Kala 你們兩個不就當泰國人 好可惜喔 怎麼那麼可惜 沒想到 吃了一口超辣月亮雞 雞雞 竟然不用帶頭跳 從他臉退跳舞 他怎麼變的表情啊 所以他決定再吃一口 蠻心 蠻心 我能夠感覺得出來 他這種表情就叫做 是的 尹太姬到底有沒有吃到 超辣的月亮蝦餅呢 緊接著三號林道宇 三人裡面傳來了一聲 最大的槍響 蹦的一聲音之後呢 遠處傳來類似 人類的呼叫聲 不靈活 原來是不靈活的 森林王子泰山 聽到槍響的泰山 擔心是不是有小動物受傷 決定 要抓著樹藤 盪過來 巧一巧 喂 喂 他發現好像 剛剛那到底是什麼槍聲 是不是傷到了小動物 沒錯 並沒有小動物受傷 他看到的是一盤 月亮蝦餅擺在他的眼前 哇 蝦餅 這一定是唱天使給我的禮物 我剛好肚子很餓 我的天啊 我要吃你了蝦餅 好大口喔 而且他三粒還有豬的聲音 看起來 整塊塞進嘴裡的泰山 吃了 吃了超辣 月亮蝦餅的泰山 感到非常的好 這時 他仰望著 有如爸爸的天空 留下了一滴泰山的眼淚 他眼睛有進步耶 超胖的泰山 吃到了 到底是不是 超辣的月亮蝦餅呢 桶桶隊 請派代表作答 我覺得是二號 崇禎呢 他不太會吃辣 因為他平常是吃素的 他吃得很清淡 所以如果他真的吃到 重口味的時候 他的神情是嘗不住的 有沒有可能是元昊呢 來啦 沒可能啦 元昊不像 二號或三號啦 我們泰國都喜歡用手抓飯 所以他們的蝦餅 也都是用手抓的 兩塊就好了 那麼大口喔 泰山來 換一換 我們三弟人也是一樣 二手 厲害 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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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廷 哈哈 只剩下我們二號崇禎 親愛的 OK啦 辛苦你了 嚴鎮英雄壽視長紅 壽視長紅 漂亮 真的啦 他皮那個還辣 是的 各位電視節目的觀眾朋友 我們正確的解答就是 我們二號的 從真知道超大的月亮蝦餅 恭喜我們的童童隊 答對得到一個勝利 來 漂亮 恭喜我們的童童隊 大獲全勝 老大人就享用我們今天 好吃的獎勵囉 好吃的獎勵 多一個機會 來 童童 快點 這顆是有柿子嗎 好可愛喔 漂亮喔 好可愛喔 我要吃紅色 祝你們連鎮英雄開出紅盤 謝謝 好 我要吃囉 好硬喔 紅豆的 紅豆泥 好香喔 而且 紅豆沙好綿好細 一口即化 然後餅皮有點脆 脆 好好吃 下次趕快點 我想要選那個堆堆的 不是 該不會是肉凍吧 對 肉凍嗎 沒有啊 我們那個滷肉不是有那個 對 有啊 有這道菜 這個味道非常特別 它有 茶凍的口感 就是那種QQ的茶凍口感 但是我們看得到 它紅凍的顆粒 但是你以為這邊是紅豆嗎 不是 黑糖 很香 這女生超高的 對 我是這個 對啊 對 這好配好趁妳 對啊 圓糊糊的 跟妳一樣 這感覺好軟 這怎麼好綿密喔 它裡面 它裡面的那個蟹好紮實喔 蟹 而且它微甜 它不是感覺很膩 是的 恭喜我們的粉紅隊大獲全勝 謝謝 在這邊呢 因為這個連鎮英雄呢 你們三位的這個主角呢 也來宣傳啦 在這邊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民視的好戲 沒錯 多多支持我們的連鎮英雄 好不好 希望你們能夠開座紅盤 謝謝 謝謝 記得單單禮拜一次 禮拜五晚上七點段 要鎖定好看的新兵進行群 也要記得禮拜五晚上10點15分的 連鎮英雄 一定要開 謝謝